人手今天傍晚6点半左右发出文告说 他将在明早10点半接见30名国阵的国会议员 文告说这次会面得以让国家人手按照联邦宪法第43括号3括号A条文 决定他认为可能获得多数支持的国会议员来出任首相 元首通过文告呼吁全民保持耐心和冷静直到新政府成立 以及第10任首相临选工作完毕 元首呼吁全民祈祷一切顺利 保障这一块土地的利益 并希望人民免受任何形势的祸害